随口说大马 大家好啊 P9 Hill 升旗山 今天闲着没事 买张票坐缆车 上升旗山上逛逛 这个是售票大厅啊 你们要看好这段话啊 大马第二家人合法工作指教 大马公民饭屋及其他 都是按照国民待遇来买票 其实马来西亚呢 很多地方都是你持二家签证 卖票就跟本国人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票啊 如果你是外国人买票的话 这普通的票是30 如果你有二家签证就是12 这还只是双程票啊 要单程票就会更钱 当然了你坐缆车上 就肯定坐缆车下 今天带着孩子们就不怕上了 这个就是缆车的入口 现在就它有一个快速通道 就是你在旅游忘记的时候 不用猜罪 现在肯定是占据 所以啊也不用买快速通道了 现在疫情期间它减少了缆车的次数 大概是一个小时一趟了 这个缆车历史很悠久啊 现在是除了香港以外 这跟香港好像是 只有这两个地儿 香港跟槟城 是世界上这种缆车 唯一的 仅存的两个 因为香港以前也是被英殖民 这边也是英殖民 都是英国人做的 自个儿刷卡进来 排队等车 你看这边的人很负责任 他们先是人下体后 然后他们就赶紧给这个车消除 然后摆擦的一些栏杆啊 鼠手啊 真的很不错 希望疫情会早点过去 可以坐几个人啊 可以坐几个人啊 可以啊 我坐边上 有点 哦 看火车的地方 有点 有点 这个升七山缆车啊 是用缆线上下拉扯 而不是利用引擎的 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了 第一代缆车呢 是由192几年开始 是木制的车厢 最多可以容纳30名乘客 70年代的时候啊 第二代缆车就启用了 瑞士制造的铝制车厢 可容纳80个人 这两代缆车啊 面积都比较小 而且速度还很慢 当时全程要30分钟 中途还要下去换车 2011年的时候 第三代缆车就投入使用了 就是现在我做的这个 这个也是瑞士制造的缆车 有空调空间大 而且十分舒服 并且呢 缆车运行速度是非常快的 是号称目前东南亚缆车速度最快的 也是亚洲缆车轨道最长的 每次载客100人 单程上山只需要8分钟 而且中途不需要换车 从缆车出来 就是大好风光了 这边是空中步道 你们可以过去看看 那边 我没看过 我没看过 来看看吧 这个就是镇的江山啊 哇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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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美了 怎么样哈达 壮观吗 啊 漂亮吗 咱们家船在哪呢 我来转一下这个步道 这边有点阴天啊 以后可能会下雨 先处以防归 你叫什么啊 你也来看看 这有一个猫头鸣博物啊 然后这个就叫断崖咖啡 你上来走累了就可以在这休息一下 喝了咖啡吃个红豆冰 然后景色很美啊 得坐在那边 好好好去看看吃什么 有些这边等你了 所以你要吃什么呀 这都是甜点 来条丁做 这个就是生气山比较有名的 坐到这边 好像很舒服的样子 奥利奥啊 奥利奥啊 真是不错 很便宜啊 这一大盆冰激凌十块 这个地儿真的很舒服 其实其实生气山也是刚刚开 前天刚刚开 这边很多店铺还都没有开业 让我老婆再去买一个红豆冰沙 这是她的尖锐 完了 你拿钱了 等一会儿 人家得坐呀 好 你先吃吧 快点送过来 我自己可以拿吧 送过来吧 ok 底下是冰沙 底下是冰沙 那上头这个不是冰激凌吗 你先吃上头这个 上头这个不好吃 还行啊 奥利奥的 那你吃下边的 那你吃那饼干跟那小盖盖 嗯 那你要吃点这个吗 里面条 你们俩把这个吃了 一会儿就不用吃饭 生气山上的小吃也是非常有点 它不同于别的旅游景点 有的旅游景点 食物是蹭这个旅游景点的热味 有人是专门来生气山上 吃个冷意 这好吃的 我这个像 我这个像加了青红丝的元宵 你看看 这个红豆冰啊 这么冷死了 也是五块啊 嗯 这一大碗它五块 比那个还好便宜 哎呀 来槟城一定要来生气山 来到生气山 一定要吃冷意 你要冷的别吃那个冰了 吃点的棉红糖 嗯 这跟咱们那个青红丝 还真是一个味儿 这黑啥子可以吃吗 不知道 叫什么 桂林糕 太补了 太补了 你那好吃 煎什么也好吃 在椰奶的 在椰奶的 这个很多人都跟我要我的这个纹身的手稿 我这都纹了好多年了 那我带你们到这 这有手稿 在手上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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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画一个 你画一个 这就叫手感 它还能画有颜色的呢 嗯 嗯 所以你画一个吗 这个是真正的手艺的 嗯 我念这个是真正的手艺的 所以你看看你照相哪只蛇 谁在叫 你在叫 可以 可以 1 2 3 4 1 2 3 4 走一走一走一 过来 好 太老了 这个鸟不会叫啊 有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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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吵了 太吵了 啊 哈哈哈 花手上的没有 uniform的吗 没有啊 你都好了 你都好了 有 有 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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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那个黄色 它这应该是等干了以后 然后一撕就是那个黄色 如果你要是早上升级山啊 你可以在这泡脚 看到吗 逐步按摩 印度草药 30分钟 我这个药味真够重的 开一盘给你烫烫脚 干的干的 这不浓了 看着还有药面 咖喱粉 你看这姐姐还能现场放过 从网上随便搜一个 就能给我闺女化了 满足小朋友unique的梦想 这个缆车就应该是第一代缆车 第一代应该是在190几年了 去现在反正应该也是110多年了 最早 这边这个山叫 冰郎山 后来英殖民以后那些高官都要住在山上 那凉快嘛 然后 跟山下联系就靠打旗语 你说缺 缺米了 缺水了 缺姑娘 就挂旗子 然后后来百姓 就把这座山叫生旗山 然后这个山上 这些别墅啊 最高的就是槟城首任长官的 然后马来西亚的元首啊 什么来了 都是住在这 然后其他官员按照这个 官职的高低 就能看出这个别墅的高低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边山上好像也有住宿 还有车可以送你去 现在我要再往上走一走 把刚才那一碗冷饮消耗掉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特务名的 西餐厅 在山上吃顿饭再下去 这上的好像还有个清真寺 我真是好多年没来了 以前带我妈来过 这个建筑就应该是 槟城首任长官的官邸 就刚才我说过 然后历任 槟城长官最早都住在这 然后元首啊什么的 都在这住过 应该是升旗山最高的建筑 但是我看着现在 好像是没开 还是找什么酒店了 Gate House 进去看看 看以前手掌住这房子 也就这样了 看这能参观吧 都空了 都空了 没有东西 那边今儿我咋睡一宿 冒充一下手掌 不大 就这几间房 但是这确实很凉快 没有了 后头 这是养花的地方 就这两间房子 就这两间房子 不是很大 应该就是这样啊 咱们看看 看看以前 冰城最高长官住的地方 是什么样 哇 房子算是不大 但是 你们看看靠外的景色 这个打不开啊 真是啊 领导还是比较会享受的 从这也能出来 哦 这个房子应该也是有一百多年了 应该也是有一百多年了 保存的还不错 就是我要没记错的话 生七山这片原始森林 应该有一亿三千万年 哇 是一亿三千万年 哇 看这猴群 就这个山上有各种的珍稀植物 跟珍稀动物 哎 黑猴子抱着一只黄猴子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是好猴子 这个就应该是银叶猴 但是你看他那个小baby是黄色的 吃叶了 这种猴子 这种猴子非常温顺 那种棕色的猴子 不行 我这个建筑 这是刚才我去的那间吧 这就是刚才我去的那间 我还有二楼呢 我没有上去 猪龙草生态公园 1.8公里 你说这个猪在生七山上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间很明显是个印度人 这个房子是木制的 看着不是挺豪华 但是这个地之前啊 你看隔壁这个别墅 这个就是砖砖混的 看着很古典 什么人会住在这儿呢 哎 然后你看你住在这个别墅 推开窗就是这种景色 啊 这下面还有别墅 看到了吗 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别墅了吗 那你说这个阳台推出去 你天天看到都是这种景色 而且这边非常非常的凉爽 这个风吹得很舒服 这边就是生七山里非常有名的一个咖啡店 我一会儿要吃饭 就不喝咖啡了 这边是老板可以免费接送 但是他也是在上山的路上 然后这边 这个好像没有开 哎 这个猫会看吧 哎 门在哪 你看这个别墅 窗户都是开着的 这应该都是有人住的 啊 这是什么风景啊 听听 全部都是鸟叫或者狗叫 鸟语花香啊 但是你就住在这种别墅里吧 也有一个问题 我就刚刚发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我跟我老婆走散了 找不着他们 手机没信号 没有没有信号 住在这怎么办呢 谁家还传出了笛子的声音 你们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再给你说一下 这个应该是宾城第一个油桶 也是最高的一个油桶 看 1818年的 1818年到现在 200年了 1818 200多年了 这个还在 还在 这是 还是可以使用的 就下次来带着信封 或者带个明信片 给自己写一封信放进去 记得这个啊 到升级山一定要来看看这个油桶 然后你可以在升级山给自己写一封信 放到油桶里头 这个凡事都得留点遗憾 这个David Blanc这间酒店那个没有开 吃不成饭 喝个啤酒回家了 那么 疫情期间 缆车直到八点就关了 最后一半就是八点 现在已经七点了 那边有一个减餐的都已经结束了 收拾东西人家全部都要下山了 天马上就黑了 早知道还不如喝个下午茶 想的是留着肚子吃西餐没吃上 刚才突如其来一场大雨啊 冰城旱了好长时间了 突然就下雨了 这个就是雨后的冰城 人才已经飘到那边了 你看现在两个桥都能看清楚 一桥 二桥 我家就是在那个位置 你看那一大片填海 填海 对面就是我那天喝早茶的地方 走了 也拍不成夜景了 因为现在还是疫情刚刚过嘛 他们 他们那个 最后一班缆车是八点 如果我错过这班缆车 我就要走下去了 我的天哪 这都是排队下山哪 排出来了 这可要等一段时间 看来这疫情刚刚过 大家都出来 这个地方 好 好